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你注意到或用错的时间 那这是什么呢? 是我们体内的防晒 一个治愈机制 如果你能令他好的话 防晒方面都不需要花心意 或者做到这么足 那为什么呢? 在体内的防晒是维他命C 维他命C又叫做不老的成分 為什麼呢? 當我們的細胞本身是strong一點 emmucism強一點 當有UVABC進入的時候 它沒有那麼容易有細胞分裂 或者細胞老化的問題 如果strong一點的時候 環境汙染、空氣汙染、天氣變化 甚至有強光UVABC曬的時間 它都可以做不破 所以維他命C很重要 而且我給皮膚科洗腦 我25歲的時候已經開始接觸皮膚科醫生 他跟我說 你30歲之前開始用維他命C 之後保持會很容易 還有會保持得好很多 其實都有很多科學根據 如果是自然療法也是和 emmucism強一點 其實可以抵禦到很多東西 最近上個月我有個朋友 不幸他中了這個 明朝的COVID-19 好了 之後去到 我想是10天之後 醫生說沒有了 你要自己 建立一個emmucism 給維他命C去吃 就是令他的CT值高 令到他自己可以有抵抗力 出來的時間 沒有那麼容易 不舒服 或者將菌散播出去 將裡面正餘的菌 打走它 都是靠維他命C 所以其實大家 留意維他命C 所以維他命C是哪個時間用呢 就是早上使用的 是這個Skin Care 用的時間 因為10個進來 6個都說 晚上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會黑的 就是因為維他命C不穩定 容易氧化 甚至是 它是 進不了皮膚 所以它會變黑 所以選一隻漂亮的維他命C 是很難的 又要高濃度 又要Stable 又能進入皮膚 還要Long-lasting 是不是很難 不難的 因為我們幫大家挑選了 就是YUNI這隻維他命C 這個維他命C 叫做Liquid Courage 就是我們叫做愛的勇氣 為什麼呢 有了它 你就可以照顧自己 照顧好自己之後 就可以照顧別人了 它是一個油溶性的維他命C 它將維他命C 用油包住它 第一 它沒有那麼容易變 沒有那麼容易壞 甚至它是進入皮膚的時間 它可以 1點到皮膚 它會Long-lasting 可以去到8個小時 10個小時 所以 全天都可以幫皮膚做什麼 好像有一個Shield 做一個體內的防曬 還有一個很Strong的 Immune System 還有它有一個黃金比例 黃金比例 就是一個Furic Acid 再加上一個 Acarberry 就是維他命C 令到它在 和Argan Oil那裡拿來的 所以令到它 維他命C 是發揮得 維他命C 另外它用了一個發酵物 就是Black Garlic 就是黑色的 我想大家都見過的 韓國很流行的 黑色的 提取物 做什麼呢 就是令到維他命C Lasorbic Acid 就是阻旋維他命C 更加穩定 以及不會那麼容易變壞 用了六個月之後 我覺得它不會變色 不會變壞 以及不會有臭味 還有它的酸鹼值非常之很好 不容易令到你癢 或者不舒服 另外還加入了什麼呢 就是橙花 還有Q10 最重要就是 下了一個Soyle Peptides 就是大豆的生態 可以改善很多細紋 和毛孔的問題 色斑的問題 你要慢慢發現 原來 不是一定要去打斑的 勤力 塗維他命C 都可以令到斑斑 不見了的 和大家說了 這個YUNI 是一個科研品牌 是在植谷 它的農場 自己會在Texas那邊 它另外有部份 自己的植物 在自己種之外 還有一些植物 在自己野生回來 因為抗氧化能力 會高很多 它其中選擇了一個高科技 因為維他命C 一定要高科技 就是Liposamol 這個維他命C 高科技就是 將它的維他命C 直達皮膚的真皮層 從而改善很多 基本的問題 可以令到維他命C Long lasting 可以去到8小時 甚至是 比坊間的維他命C 高到8-10倍的抗氧化物 所以這個 大家記住 好好珍惜它 另外 維他命C 將細胞 Beal Strong 剛才跟你說了 如果不小心 很不幸 維他命C 細胞 有受損 早上不舒服 腦化的時間 怎麼辦呢 要靠什麼呢 就是靠維他命A 維他命A 可以在夜間 修護 修補 修補 將細胞 乳合 它 所以這個維他命A 如果大家用過之後 記得配上維他命C 如果用完維他命C 記得配上這個維他命A 而這個維他命A有什麼特別之處呢 其實裡面有細細小小 你看到嗎 有些沉積物 它其實是一個靈芝 成分 裡面有黏多糖 對皮膚修補很好 另外也加上國保茶 胡蘿蔔素 有了兩支發寶 大家在保養方面 就會簡單和輕鬆很多 希望大家喜歡這次的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